关系时间13号 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共同筹划的乌克兰议题国际会议 在法国外交部举行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方式参会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出席会议 此次会议旨在再次动员国际社会支持并援助乌克兰 应对乌克兰过冬的需求 并为日后重建做准备 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 眼下最关键的是确保京东乌克兰供电系统正常运转 不会造成断电 因此必须确保基础设施正常运转 以便民众能够顺利过冬 此前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表示 已经与法国总理博尔内就援助基辅电力设备问题进行了讨论 希望法国方面继续对乌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